今天我們要來整理一輛Honda的CRV CRV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大眾車款 因為大家看到這CRV可是非常的多 主要是因為好開好養 那在CRV車主這是一手車到現在 那近幾年來這台車都長期停在戶外 加上白色車身所以整台車看起來相當的舊 再來就是你看它的這一個引擎蓋前半部這邊有秀 主要是因為車主之前前面有小插狀 那導致於這邊當時候有一些破損 沒有整理的很完善 那久了又丟在外面 所以呢它就開始生鏽 那鏽到裡面其實它都已經過一個洞 那經過我們跟阪金技師的討論建議 最終做法還是換一片引擎蓋 如果換這個引擎蓋 對於日後它賣的車架可能會有影響就是說 它變成不是原版件 對於它的車架可能會有差 不過移到這個車的年份 其實價差也不會差很多 這麼舊的車子已經變成任車礦 那我們如果說用板金除袖來處理 修善這引擎蓋的話 我們的工錢可能都足以可以換一塊中古的引擎蓋 當然換引擎蓋還是會比來維修這一塊 來得還要完整也來得耐用 所以這一塊呢 我們最後還是打算來找一塊中古的引擎蓋做更換 大燈物化的部分呢 我們這次可能會先用外部的拋光美容試試看 可以恢復到幾層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處理到很完善 那就只剩下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分解做整理 另外一個就是更換新品 但是呢分解整理 有時候我們的工資跟引擎蓋一樣 都可以足夠來換金的大燈 不過是附長的 正常的就會比較貴 這時候呢就要看車主怎麼去決定 再來它的內裝皮椅也是相當的殘破不堪 軍裂的很嚴重 所以我們內裝的座椅也要全部進行重新換皮 再來外觀的部分一樣 就是針對它氧化的精油 還有這些藕條袋 去做一個拋光美容的修復方式 讓我們不會做到完全的出紋 只會做到基本的拋光 主要針對氧化 還有一些潛掛傷去做一個修復 那整台車呢在清洗乾淨 就會整台車變得比較年輕 會比較白比較乾淨 那這台車呢 當然還有一些就是要整理的地方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陸續的整理 我們就看下去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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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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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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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影片那当然以后车主卖车的话 可以用这影片去证明说 这车子啊并不是说有什么大事故 所以才去换板件 再来就是它的大灯啊原本怕说 是不是借由抛光不能处理起来 所以就要换星了 好险呢这次我们可以借由抛光 就已经把它恢复成七层星 这大灯啊它会雾化 通常就是因为它表面有一个UV层 这个UV层呢因为大灯本身就会发热 然后加上太阳子外线一直晒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UV层 晒到变雾变土 就俗称为像晒伤一只一样 所以这次呢把这个UV化处理掉 晚上开灯这样的亮度就会提升非常多 还有呢就是它的外观原本也是暗淡无光 它的精油也有一点就是氧化变雾雾的 加上白色车身又欧掉对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非常旧 但这次呢我们也花了蛮长的时间 把这台车清洗干净 借由抛光除三层的纹路 就能恢复蛮多的亮度跟光泽 旧车它比较不太需要说 要除到完全无痕 因为毕竟它不是新车 可以看到你看它其实外观板件上 还是有一些伤痕 原本呢车主也是想说 它也要把这些烤掉 但是呢这个车主这次会把这台车 送来整理主要是因为 它要给它儿子代步 我们就想说取个平衡点 把整台车恢复大概七成星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它总共大概抓四万多块 整理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这样就算很完美 也比较符合经济效应 再来呢就是这个内装 可以看看它回顾之前来的样子 整个也是脏脏的 旧旧的 椅子呢都已经裂破掉了 方向盘也是都有磨损的痕迹 方向盘呢我们也送去重新 蜷皮回来了椅子也是 那也把里面的座椅海绵整理过 这样感觉会比较饱满 比较硬 可以看一下你看米色内装 虽然说看起来相当的舒服 相当的华丽 但是呢它就是很怕脏 不过没关系 就是久久的清洗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它 青春美丽的面貌 再来就是这个听雨窗 我们刚装上了 对原本车主想要把它废掉 但是呢因为这台车之前 已经有重烤过期了 我们在除胶的时候啊 那个胶在除的时候撕起来 其实有把一些精油给黏起来 后来我们还是 跟车主讨论后 还是直接叫一块新的来装厂 CRV呢其实我们也整理了相当多量 那这台车呢其实相当的好开 而且也好保养 然后也省油 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么样的CRV 也可以就是参考抓一点预算 来做个适当整理 你看这样整台车 新兴的自己开起来 也比较舒服 在家人啊小孩啊等等的 还有开出去门面也会变得比较好 与其换新车呢 其实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像现在但一手车好好的 那你就干脆适度整理一下 其实你看它再开个几年 我觉得都相当的划算 那CRV呢 发现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 左边呢是我们的推荐影片 右上角是汽车一美的官网连结 如果你想要了解 主项目还有洗车产品 欢迎点选哦 如果你也喜欢洗车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汽车一美的社团 下方程式汽车一美 还有我个人频道的连结 欢迎你们订阅哦 最下方的小字卡 是汽车一美的各种联络资料 欢迎看我们联系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